猫猫史达瑞 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 猫猫史达瑞 猫猫史达瑞 很開心可以在這邊 看到大家 我是孟孟姐姐 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花花傳道 花花傳道 我有問題 你有沒有曾經 想要得到上帝的祝福 可是卻用錯方法了呢 有啊 以前我曾經做錯過 很多的選擇 現在想想都覺得好後悔喔 不過自從我認識了上帝之後 我會用祷告的方法 來問上帝 問問上帝 我可以做這件事嗎 這是你要給我的嗎 太好了 花花傳道一定可以幫 今天的小朋友解決煩惱 猫猫 趕快帶我們去聽聽 你朋友的煩惱吧 哈囉 各位小朋友你們好 我是猫猫 歡迎你們來到 猫猫史达瑞 就讓媽媽我來帶你們聽聽 我朋友遇到的煩惱吧 有一天我拿了桌上的錢 去買了我最想吃的糖果 回來覺得心裡怕怕的 我應不應該跟媽媽說呢 小朋友你們會怎麼做呢 猫猫姐姐 花花傳道 快點幫幫她吧 花花傳道 通常這個時候我們應該怎麼辦 不管是大事還是小事 誠實是我們要選擇的最好的方法 因為我們雖然用欺騙 好像一時得到我們想要的 不要忘記了上帝在天上 祂的眼睛看得好清楚喔 而且上帝祂真的不喜歡 我們去欺騙別人 那如果是為了想要 得到上帝的祝福 這樣也算是錯的嗎 花花傳道想到了 在聖經裡面有一個人 猫猫姐姐 你可以跟我們大家 分享一下雅各的故事嗎 小朋友 我們要來準備說 今天的故事囉 還記得上一次我們聊到 順服上帝和爸爸 願意犧牲自己 上到祭壇上面的以撒嗎 長大之後的以撒 他娶了溫柔又美麗的妻子 立百家 上帝非常的祝福他們 為他們準備了一對可愛的 雙胞胎 雙胞胎的哥哥以嫂 他身上的毛特別的多 不過他非常的勇敢 老二的名字叫做雅各 他非常的英俊聰明 不過他的膽子就比較小一點點 爸爸以撒呢 就特別偏愛哥哥以嫂 媽媽立百家 總是比較偏愛老二雅各 接下來我們要來聽這對雙胞胎的故事 準備好了嗎 我的肚子好餓啊 哥 你又打獵回來了唷 當男人啊 就是要出門打獵 像你這樣在家 怎麼行啊 可是我有煮好吃的紅豆湯哦 真的嗎 快點拿一碗來給我 快點快點 我可以跟你分享我的紅豆湯 不過你要把你長子的名分給我 哎呀 拿去拿去 雅各為什麼想要得到長子的名分呢 嗯 他搶走長子的名分 其實有一件很關鍵的事情唷 伊撒漸漸的變老了 他的眼睛啊 也越來越看不清楚了 我的兒子伊撒 你快去打獵 為我準備好吃的 這樣啊 我就可以為你祝福 老爸 沒問題 消失 哎呀 上帝的祝福 是要給老兒雅各了呀 雅各 媽 我在這裡啊 你 取 穿上像你哥哥的衣服 扮成他的樣子 去找你的爸爸 爸爸 爸爸 我 我是 伊 伊 伊嫂 你知道我嗎 我的老大呀 我要用野和華的名 來祝福你 喔 雅各真的搶走了長子的名分呢 就像伊嫂應該不會原諒他耶 华华传道 上帝都知道这些事情啊 为什么还允许说谎的雅各 接受祝福呢 婚婚姐姐 你不要担心 上帝对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很特别的计划 说到了这对双胞胎 哥哥以嫂的名字的意思 是有毛的意思 而弟弟雅各的意思 是抓住 到长大的时候呢 这对双胞胎 他们不一样的地方 就更明显了 哥哥以嫂他很勇敢 喜欢户外活动 而弟弟雅各却很胆小 但是呢 他对于追求上帝的祝福 他可是非常的努力 非常的积极呢 在旧约圣经的时代 以色列民族对于长子的名分 是非常看重的 因为要延续家门后代 这个祝福是只有长子才可以拿到 是无上的荣耀 你们知道当姨嫂他发现真相的时候 他该有多生气啊 他发誓不要放过他的弟弟雅各 雅各他都快吓死了 从那天开始 他就从他的家逃出去 变成一个离开家乡的逃亡者 他到了一个地方 好累好累哦 就睡觉 他梦见了一个梯子 从地上到天上 上帝的天使在梯子上 而且他还听到上帝对他说 他要保护雅各 一直到雅各可以平安的回到家乡 而就在那个时候 雅各才开始向上帝祷告 全心的开始相信上帝 雅各他得到了上帝的祝福耶 我觉得很羡慕 后来雅各呢 他就到了舅舅拉班的家 去牧羊跟生活 舅舅拉班呢 有两个女儿 老大就叫做丽雅 老二呢 就叫做拉杰 有一天 雅各就去找他的舅舅拉班 舅舅 我想要跟拉杰结婚 我愿意帮你工作七年 好啊 与其把我的女儿嫁给别人 到我嫁给你更好 好啊 你为我工作七年 七年之后 我就把我的女儿嫁给你啊 好的 舅舅 没问题 我会努力认真的 工作 工作 加油 加油 工作 工作 舅舅 我们约定的七年已经到了 请你让我跟拉杰结婚吧 好 我答应你 真的吗 谢谢舅舅 现在 我可以成为你的先生了 真的吗 怎么会是你啊 丽雅 舅舅怎么可以这样骗人 舅舅 我们说好的是拉杰 拉杰在哪里啊 你这个 我会答应你跟拉杰结婚 不过 你要再关我工作七年 雅各原本是跟舅舅拉班 说好要跟拉杰结婚 最后却先娶了丽雅 传道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知道吗 其实拉班他不是一个太好的人 他利用了雅各喜欢拉杰的心 让雅各为他工作了七年 还不给他工钱 又先把姐姐丽雅嫁给了雅各 雅各为了这两个太太 总共工作了十四年 后来又为了得到舅舅拉班的羊 又工作了六年 在这二十年里面 上帝让他学会了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雅各虽然很想得到上帝的祝福 但是上帝希望他学会 用正当的手法去得到上帝的祝福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诚实就是对上帝的信心 在这段期间当中 雅各的确在这个过程里 对上帝的信心更加更加的增长了 第三就是他尝到了被欺骗的滋味 他终于知道他过去骗别人 是一件多么不好的事情啊 所以小朋友你看 上帝没有浪费时间哦 他让贪心的雅各在这二十年当中 他的信心更加的成长了 原来雅各总共住了二十年耶 好久的时间哦 不过他在那个地方呢 就生了十二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也在当地成为非常有钱的人 只不过在雅各的心里面 有些时候他还是很想念 家乡的家人们 不知道家人们都过得好不好 我好想我的爸爸跟我的妈妈哦 不知道哥哥姨嫂的气消了没 好 我决定了 大家 我们把东西准备一下 一起回去我的故乡吧 另外 也要准备很多的礼物 给我的哥哥 雅各他终于要准备回去家乡了 不过 华华传道 姨嫂会原谅雅各吗 我相信我们大家都跟雅各一样 好紧张 对不对 在他回到故乡的路上 有一天晚上 他经过了一个地方 叫做雅伯渡口 发生了一件 这什么事 雅各亲眼看见了上帝 而且还和上帝派来的天使摔跤 雅各他为了要抓住上帝的祝福 他是很努力的 最后上帝看到了他的信心 就觉得他的功课学完了 可以好好的祝福他 就在那一天 得到了上帝给他一个新名字 叫做以色列 从那一天开始 他正是从上帝的手中 得到了长子的名分和祝福 所以整个以色列的后代 就从雅各的子子孙孙当中 继续地延续下去 雅各带着他们一家人 终于回到了故乡迦南地 远远地他就看见了他的哥哥伊嫂 一面而来 心里想着哥哥到底会不会原谅我呀 没有想到伊嫂看到了弟弟雅各 就去拥抱他 跟他和好 二十年过去了 他付上了好大的代价 但是上帝却透过这二十年 让雅各学到了信心 还有诚实的好品格 也得到了上帝给他的祝福 各位亲爱的小朋友 我们是不是从雅各的身上 学到了很多宝贵的功课呢 猫猫赶快带我们去整理一下 雅各的小档案吧 雅各的小档案 雅各的名字是抓住的意思 他也非常努力 想紧抓住上帝的祝福哦 所以上帝就为他取了新名字 叫以色列 相信今天雅各的故事 可以让小朋友印象深刻 雅各他拼了命 想要上帝的祝福 目标正确 方法用错 以至于要付上好多的代价 没错 其实呢 在我们人从小到大的过程里 我们必须要面对好多好多的选择 而最坏的选择 就是说谎和欺骗 但从这个故事呢 孟孟姐姐就觉得 雅各他的态度呢 其实是非常的积极 而且呢紧紧抓着上帝不放 我觉得这样的态度 我还满喜欢的 这也是雅各可以得到上帝 祝福的原因跟关键哦 今天华华传道 要来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 是记载在新约圣经的 西国来书十一章第六节 人非有幸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这节经文就好像在讲雅各哦 雅各知道在上帝的手中 有好多的祝福要赏赐给我们 而上帝也喜悦他 也愿意祝福给他 在这个过程当中 虽然因为他自己的贪心 付出了代价 但是上帝也在这二十年当中 让他学会了功课 最终让他成为 以色列民族的祝福 我觉得雅各他很清楚地 知道有一件事情 就是上帝是最棒的 所以只要紧紧抓着上帝 一定可以得到最棒的祝福 这一点我们真的要跟雅各多学习 也要跟雅各一样 要珍惜上帝的祝福哦 所以大家都要坚定相信上帝的话 就从背上帝的话开始吧 猫猫赶快带我们一起来背 今天的经文吧 小朋友们都还记得 今天花花传道分享的经文吗 今天的经文是西伯来书十一章六节 人非有 就不能得神的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上次那 他的人 想起来了吗 猫猫猫就要来公布答案咯 小朋友们 我们在一起念一遍 今天的经文吧 西伯来书十一章六节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你们真是太棒了 那么今天的故事就到这边 下次还要再见面哦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